RayTV 大家見過頭嗎?我是Ray 今天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個iPhone12的一個截圖方式 那我基本上呢 應該說好了 應該不是iPhone12 是所有這種沒有採用BaseID 也就是說沒有Home鍵的iPhone 他們共同的截圖方式 那 第一種呢其實很簡單 先把它解鎖打開看一下 我們回到這個畫面來 那如果我要完成一個截圖呢 最簡單方式就是按住旁邊的電源鍵 跟音量大小的上面那個鍵 兩個呢同時按一下把它放開 按下放開之後就可以做截圖了 然後 除了這個截圖方式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更方便的 就這樣子輕輕的點兩下就可以了 接著這兩下就自動幫你截圖了 那這個功能呢 必須更新到iOS14以後的版本才可以做使用喔 然後這個功能要怎麼去做設定呢 這個功能設定很簡單 然後進來 設定裡面然後往下滑 滑到下面有一個輔助使用 輔助使用 使用進來之後呢 一樣往下滑 滑到這裡有一個觸控 然後點進去 這是進到觸控這邊呢 然後往下滑 滑到這裡下面有一個 背面輕點 然後點進去 它可以設定兩下是什麼功能 三下是什麼功能 那三下的功能 它可以去做另外一個設定 比如說你可以設定三下的話呢 就回到主畫面 或者是說三下採用這些下面的一些功能 都可以做使用的 那今天簡單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我推薦一下 勾一下 邋一下 我推薦一下 在這幾個月 我推薦一下 再往下滑 就有兩個月 二下 在這幾個月 在這幾個月 主要下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